是的 沒錯 剛才討論到黨產的時候 不知道你們激起你心中的一些 就是激憤開基地 剛剛提問說主持人講得分好 講分好 講黨員講分好 因為這個關鍵時刻 你知道有些搬家的時候才發現到 家裡面很多一些垃圾 都要把它掀出來 讓垃圾見到陽光 其實黨產躺在國民黨擋那麼久 裡面產生多少垃圾呢 包括過去的黨主席 是不是有參與垃圾的處理 還包括特殊的秘書長 是不是有參與這些垃圾的處理 一個把它掀出來 讓陽光出來 因為過去這幾年 我們說一句話 立法院從來都是國民黨為多數 所以我們想去翻這個黨產裡面 有沒有臭不可聞 真的沒有機會 傑明真的很期待 非常期待 雖然主持人不能發表太多的想法 真的希望陽光照進立法院 那麼照進立法院把這個黨產拉出來 而且還賦予法院去調查過去 包括秘書長在內 秘書長在內有沒有參與到這個黨產的部分 全部把它清乾淨 跟你官司有關 所以換言之我們要說一句話是說 這個情況下當然回來一件事 如果這件事的話 那有一個人很重要 那叫做立法院的院長 因為立法院長畢竟雖然他是一個公正透明的人 但是他在決定哪個議案要被討論 肯定有關鍵 所以我們希望 第一件事要把黨產處理好 第二件事情 那誰來處理黨產 那你就會想我們今天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沒錯 現在這個民進黨是屬於 介於會不會一黨過半的邊緣 那如果今天這個說難聽點 就是小黨包括時代力量 如果他政黨票少一點點的話 那麼民進黨就可能一黨過半 那麼對於黨產的處理 我們就見到了陽光 那誰能夠處理呢 來觀眾朋友看一下 你覺得陳明文比較有機會去處理 像黨產這種事情 果斷去處理 還是像蘇嘉全 他可以果斷的去處理黨產 還是柯建民可以果斷的處理黨產 現在整個民進黨裡面 三個呼聲最高的 也就是說你把這一票 讓民進黨要過半成為這個 立院的多數的時候 你一定期待有一個人 這個人能夠把黨產的事情攤在陽光下 然後包括過去處理這些黨產 有沒有包括秘書長 黨秘書長在內的人 通通可以把它掀出來 這是非常令人感到期待的事情 那麼陳明文是60歲 1995年生 那麼他是東海大學哲學士 他的這個歷任的縣長 跟主要是以議員縣長為主 那麼蘇嘉全有擔任立法委員 而且有縣長還有內政部長 還有農委會主委 還有秘書長資歷非常齊全 他是不分區第九名 另外是柯建民 他是個牙醫生 然後擔任立法委員 主要都還是屬於是 在立委的這個任內 他是1951年 就年次來說的話呢 蘇嘉全最年輕 柯建民最大 那我現在要請問一下 這三個人 誰上了立法院院長 最可能主導就是黨產處理 每個都可以 其實每個人也都可以啦 不過我要講的是說 坦白講 誰對立法院的議事內容最嫌熟 不可諱言 真的就是柯建民 柯建民在立法院的歷列 他真的 他簡直就像一個字典一樣 你隨便講到一個法案 他其實都知道 那個法案的內容是什麼 然後爭議點在哪邊 然後他覺得應該要怎麼樣子做處理 也就是說他其實是一個 在立法院裡面 儘管現在有很多人 對於他的風格 很多的批評 你說柯建民嗎 柯建民 柯建民現在問題不小 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柯建民在這個 就是他的工坊裡面 來柯建民其實 他也曾經爆料陳明文 所以他把陳明文 當作是他的假想題 那另外一部分 是最近在新竹的問題 也看起來蠻大 因為新竹 這個就是綠營這個部分 來 這邊也看到了 就是檢查 警檢扣了12萬黑函 那麼鄭政前動員抗議說 我這個是一個文宣 那為什麼我還沒有放出去的時候 這個地檢就知道 所以他就說 你看我這些都還沒出來 就被發行到 所以是不是有個 新竹的地下皇帝 去操作這個事情 所以在選戰開打的時候 柯建民這場戰爭打得很辛苦 但是柯建民他有種下去選 他不像對手 有人就不敢下去選 就拜託改一下規定了 讓我當不分區 而且還改兩次 對啊 還連改兩次 所以柯建民有沒有種 他真的有種 但是他這一次 也的確是腹背受敵 因為面對這個時代力量 矛起來攻他 然後就說什麼密室協商 我跟你講 禮拜五有活動 這個秋顯治大活動 是針對柯文這來的 不是 柯建民說錯了 他其實整場的選舉 都是針對柯建民 可是坦白說 你們所謂的密室協商 其實才是真正保障你小黨 不然就表決嘛 表決就是誰比較大 誰人數多誰贏 這個問題來 你覺得 我是這樣講 民進黨今天的第一要務 是要單獨過半 沒有過半院長是誰 我們現在都在空談 對不對 那民進黨現在眼看著 就是在那個過半的邊緣當中 掙扎的時候 我老實講 他們都非常有資格 也都有一定的能力 而且最重要是 本黨有一致的決心 要處理黨產歸零 所以那一定要過半 是 那米鳳你